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今天我们来的这是回龙观文华市场 这里边新开了一家炸鸡店 说是在东北已经开了三十多年了 就是这个 哎 马上嘎嘎香炸鸡 你听着就是东北味 在东北不叫这个 他们家在牡丹江叫做九龙法式炸鸡 在北京你吃过这么多美式炸鸡 一定没吃过法式炸鸡 咱们今天去尝一尝 今天这期跟平时可不一样 以前我们吃的都是老北京美式炸鸡 今天这个叫老牡丹江法式炸鸡 这是在牡丹江一个开了三十多年的牌子 买完以后拿上来你就发现了 就跟北京那边不一样 它是不裹面炸的 整个这个鸡皮捏上去 我以为会是非常焦脆的那种 但这个估计应该是刚炸出来 现在还比较热 我们是等了一只心的 摸上去不是那种硬壳 现在应该是软的 还是非常嫩的 整个闻起来也跟北京那些炸鸡的味道不太一样 尝一尝吧 这种纯纯的全是鸡皮的香味 它这个鸡皮的香味更重 鸡肉还是那种非常鲜嫩多汁的 这就接近于老肖脆皮童子鸡 而且比它那个来说味道更香一些 而且不贵 整鸡29块钱一斤 然后这一只大概一斤半左右 50块钱 但是有点失误 不应该选那种刚炸的 你知道吧 就看着你想吃你又吃不进去 太着急了 它这个肉跟别的炸鸡其实是一样的 里头也比较入味 但是这个皮的感觉可不一样 哇好烫 以后记住啊 虽然刚出锅子好吃 但是这种 刚出油锅子就不要点了 这太烫了 你看这里头 这个汁水 哇 烫 烫 以后还是不要点这种刚出锅子了 太烫了 它这还有点意思 你知道吧 就是它门口也有保温箱 但是它这个保温箱里头 插着这个凑温吧 基本上它说就保持45度上下 这样这个鸡肉的口感是最好的 这就是另外的 其实这才是我想吃的 哇 终于正题来了 你就看咱们家炸鸡腿这一块皮 这种脆脆的感觉 能起泡泡 哇 你觉得好爽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它还是好烫 这种炸的脆脆的鸡皮 我实在是太爽 这家店也是小伙伴给我们推荐的 所以这就是他们家乡的炸鸡味道 虽然没果面粉 但是炸出来还是那种比较鲜嫩多汁的感觉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焦 我以为它会是焦焦的那种 但实际上你看它的汁水其实还是挺多的 有点真的好烈 它这个清凝汁还真的能解腻 这个他们家叫玉金香鸡腿 但是我觉得其实买这个应该是更符合我的预期 因为看起来就更焦 给我推荐这家炸鸡的小伙伴 说他们家住在西城 买了一百多年的炸鸡 然后叫闪送花了八二多块钱 说就位吃这个味道 我觉得吃的还确实挺好的 而且像这种感觉 其实就有点像小韩炸鸡那意思了 虽然它的外皮跟小韩炸鸡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它整个里边吃起来要比小韩炸鸡嫩 就如果你特别选吃焦脆的那种 你可以跟店家说给你多炸会 你看这块就已经炸的很干了 你说就是矮麻尔嘎嘎香炸鸡 一听就是东北口味 然后我们也看了在点评上 确实他们家在牡丹江有个好多家 在牡丹江叫九龙法式炸鸡 在北京开的矮麻尔嘎香炸鸡 正宗东北味对吧 我觉得整体口味来说其实还是挺好的 因为它跟北京的炸鸡不一样 它应该算是一个丹门的品类 你知道吗 它跟老肖那个炸鸡也不一样 就老肖脆皮童子鸡那种 其实它的皮没有这个脆 它是嫩的 但这个整个的皮 其实它就是相对来说会脆一些 那跟北京的这种美式炸鸡比 那又不一样 它不裹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东北的这种法式炸鸡 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来尝一尝 我个人对这种不裹面的炸鸡 还是有偏好的 我觉得这种炸鸡 其实吃起来鸡皮的感觉更好 当然对于我来说它还是有点嫩 如果它炸的再焦一点 肯定就更好吃了 不过这个就不好说了 有的人喜欢吃嫩的 有的人喜欢吃焦的 比如说吃惯了老北京美式炸鸡 来尝尝牡丹江法式炸鸡 看看美国跟法国到底有啥区别 对吧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 餐店节目周一吃鸡 我是许太阳 咱们下周一见 拜拜 拜拜